Hello 大家 今天要帶你們從墨爾本的國際機場來到墨爾本市區 那唯一最快的方式就是搭SKYBUS 我今天要帶你們從第二航廈國際航廈來到墨爾本市區 出來第二航廈無論是左轉或右轉都可以到SKYBUS的售票亭 而且兩邊都有站 所以你無論是往左走到第一行下 或者呢往右走第三行下都可以達到SKYBUS 從這個門出來之後向右轉 你會先看到一個Mating Point 它的右手邊是Optus電信公司 中間這個小攤位是Travelex Currency Exchange 就是換錢的地方 接著你就跟著人潮直直的走過去 一直走到你看到了一個叫做Way Out出口的地方 走出去 出來以後向左邊看會有一個Taxi Rank 可以在這裡等計程車 右邊往前走就是第三行下和內行下 而往後走就是剛剛的第二行下 跟著人群走你會看到一個大大的紅色標誌 是SKYBUS的售票亭位置 繼續往前走就會看到P3的SKYBUS售票亭位置 是要半個月嗎 3個月嗎 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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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張嗎 好 我們可以拿一張嗎 對 2 謝謝 買來回票是37塊 買單程的話會貴一些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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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車放完行李以後可以走到第二層 樓上也有很多的位置也很寬敞 然後就可以找定位置坐下來了 看完了影片之後有沒有更了解要怎麼樣搭SKYBUS呢 來到墨爾本唯一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SKYBUS 那到了市區以後其實搭電車或者是搭火車跟公車都很方便 如果你不知道要怎麼搭的話歡迎下載PTV 這是Public Transport Victoria 這個APP可以幫助你從你的地址A到地址B 那你只要把地址輸入進去然後跟著它走就可以了 點進去會看到Journey Planner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想要出發的時間還有日期調好 那我想要明天早上的10點遞達 所以呢就先把它調到這樣的日期還有時間 然後再把你的想要去的地址打出來 它會從A就是你的Current Location 然後呢B就會是你想要到的地方 我就打105號 Queen Street 橘色代表的是公車 然後點進去呢還可以看到上車跟下車的地方 還有地圖可以看 或者是現在Google Map也有跟PTV一起合作 你可以直接用Google Map就查到要怎麼樣回家 或者是怎麼樣到達你要去的地方 如果有什麼問題歡迎在以下留言 掰掰